再來介紹的是這個叫Google的快訊訂閱 我想問一下老師 Google的收訊群雖然很厲害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你有遇到幾個關鍵字我找不到的 或者那些資料不是很多的 有沒有 有可能吧 有某些關鍵字 除非你用錯關鍵字 如果你用的是比較正確關鍵字 但是剛好收訊群 那方面資料比較少的 請問老師會怎麼做 到輔助館找 這是一種方法 因為Google也不是全部資料都有 那怎麼辦 你可能會就是一段時間 是不是再上去Google再找找看 對嗎 導航說我們的處理方法大概是這樣 找不到那我就可以隔一段 也許這段時間比較少 可能過一段時間就比較多 那這種是手動的方法 可是今天如果說 你很難 你有些時候可能就忘記了 就忘記了 因為我已經 就找不到 我就變得再找 對不對 這個時候用訂閱了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 你們在Google裡面的更多 還要再更多 再進去 來 請看這邊 有一個叫做Google訂閱 Google快訊 有看到了有沒有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像以我的最近找的資料 我要找那個類炸子 可是我發現那個資料很少 不管是圖片還是文章 我們現在之前是炸子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頻率 他會把結果就送到你的信箱 你要一天一次還是一個禮拜一次都可以 搜尋的是只有網面還是新聞還是全部 大部分我們找不到都會希望全部 對不對 有一個人找不到 你說這麼賺 這麼賺錢就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關鍵字弄進去 就有了 他就會主動寄給你 這樣是比較好一點 你不用擔心 那你如果已經有用過的 你可以從這邊去做管理 比如說像我在這裡 我就找SARS 類SARS 因為已經找不到的 中文英文的關鍵字都要找 對不對 這樣找的他們比較多 那有些時候 那我還會訂我自己的 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我的文章 弄上去的 我就可以知道說有沒有 就是 有些人會再轉貼 再轉貼 我會知道 哦 原來有人貼到那邊去的 或者有人裡面提到我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做 所以他會自動寄給你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服務其實蠻不錯的 如果說你有機會 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可以嘗試看看 好 那 這一塊我就先講到 我可以說 我們來說